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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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星期二 羊挫港游泳池一早八點 就火藥味十足 這群阿嬤是阿嬤FIPBALL的成員 他們當中最年輕的65歲 最年長的84歲 不過論速度 活力和朝氣 絕對不會輸給年輕人 我就站在中衛啦 我就是好像手球啊 看人啊 搶球啊 他們打很多年了 我每次游泳在隔壁 看到他們打水球很兇 他們每次叫我打 我說不要不要不要 我就想到我的脾氣很不好 等一下我不是打球 等一下我去打人啦 到後來他們說來啦來啦 我就說 哎呀 參加一下了 我也是很喜歡水的運動 還有我喜歡打球 我是從那個Facebook裡面看到的 我就參加了他們 那個是四年前的事啦 這相信是東南亞首支 由勒林女子組成的拍水球隊 水球隊是在2016年 由大巴窑泳池的救生員和經理發起 目的是要鼓勵年長者保持身心健康 球隊初期只有10名球員 現在已增加到20多人 阿嬤水球的規則與傳統水球相似 但考慮到阿嬤們的體力和安危 與其在2米深的泳池玩球 教練給阿嬤們安排了90公分的泳池 並且允許他們雙手拿球 以及拿著球走動 我們這個規則比較放鬆 有時候也是亂抱 我們是好玩而已 或者是對方很厲害 好像那個阿嬤 如果他是我的對手 我們每次抱他的 因為他游泳很快 那其實是不可以抱的 只是可以用手推開球而已 推你的什麼說 阿嬤他們都是很會叫的 上個禮拜我才跟他抓到5條線 講Sorry一下 哪有辦法 沒有生氣 不會生氣 因為他知道這種是粗魯的 你看我們玩得這麼粗魯 對嗎 搶啊搶啊 在水池裡面打球就是敵人 不要看阿嬤 阿嬤也是很競爭的 你動出我 我就動出回你了 我不管了 打球是應該這樣的 因為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們去比賽的話 我們會勝的 哇 顧名智的丈夫李建發 今年85歲 看到太太參加水球活動 回憶良多 也忍不住跳下水 偶爾擔任球隊的候補手門員 過過癮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穿衣服 你不可以光光整體 通通是女人來的 不好意思 自從阿嬤們參加拍水球活動後 健康有了顯著的改善 對我們的身體是很好的 還有那個精神上很 Refresh 我一個星期我有五天勇 一天是打水球的 所以一個禮拜是六天我運動 我的關節炎沒有了 我的胃痛也是很少了 不會有什麼病痛的 我看到人家那些 跟我年紀差不多一樣的 通通這樣我很怕 阿嬤們在泳池中 你真我多 泳池外依然是好閨蜜 除了相約唱K 打麻將 他們還一起去馬來西亞的怡保 馬六甲 檳城等地 今年底還計劃前往泰國的和愛度假 我在這邊真的是認識了很多阿嬤 他們很多故事講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很好的聚集 有些孩子都在外國居住 所以他們就覺得來這邊打球 跟一些團員一起接觸 可以發洩他們心裡所要講的話 或者是大大聲的喊 對他們是很好的那種發洩吧 我的人真的變得很不一樣 我比較活潑 很幸運啊 可以跟他們這樣嘻嘻哈哈 真的我是會感謝 我的這班朋友啦 這班球友 我的晚年生活真的很充實 我很高興 我很高興 今天最早就 教 persone 做顏色 這個時尚 我們 tamam 小火 也可以都是